六一诸企变脸预亏 诸企上市公司亏损成常态 诸周期拐点核实到来 诸企2021年度亏损已成常态 2月25日晚 华同股份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司2021年净利润修正后 亏损1.7亿元至2.3亿元 此前运营1000万元至1500万元 从躺着赚钱到一年亏损多年盈利 养猪行业仅用为一年时间 该轮诸周期拐点核实到来 有机构预计 短期看 猪肉价格在2022年上半年或再度探底 中期看 2022年下半年大概率将迎来猪肉价格的上涨 2月25日晚 华同股份发布2021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此次公告中 华同股份预计2021年度 亏损1.7亿元至2.3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25.83%至270.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1.9亿元至2.4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26.13% 减值准备2022年2月以来 我国生猪市场价格进一步走低 且近期降幅较大 该公司管理层根据近期生猪市场行情 审慎评估生物资产的减值风险 对2021年我公司存栏的生物资产 补充既提生物资产减值准备 20政府补助的账务调整 该公司对前期取得的部分政府补助 进行了账务处理调整 将进入当期其他收益的部分政府补助调整 进入地盐收益进行分摊 导致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前次业绩预告时有所降低 2月23日 温市股份发布的业绩快报显示 预计2021年度净利润亏损133.37亿元 同比下降279.61% 这是该公司自2015年 吸收合并大华农上市以来首次亏损 亏损原因 温市股份在公告中称 报告期内 生猪价格大幅下跌 同时因饲料原料价格连续上涨 公司外购部分猪苗育肥 持续推进种猪优化等因素 推高养猪成本 公司肉猪养殖业务利润 同比大幅下降 出现深度亏损 继续2021年 温市股份销售肉猪1321.74万头 毛猪销售金价17.39元每公斤 同比下降48.18% 此外 温市股份还对目前存在的消耗性生物资产 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初步计提了简值 准备约21亿元 温市股份还不是诸起上市公司中亏损额最高的 正邦科技此前发布的业绩预告显示 2021年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预计亏损182至197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16.84%至442.96% 销量的上升叠加销售价格的下降影响利润88.73亿元 死逃能反母猪及后背母猪约220万头 亏损62至68亿元 正邦科技在公告质量解释据亏原因 其他上市诸起中 西希望2021年净利润 预计亏损86亿元-96亿元 天邦股份2021年度净利润 预计亏损35至40亿元 牧原股份虽然预计2021年净利润为65亿元-80亿元 但较少年同期的降幅 也达70.86%至76.32% 面对持续低迷的猪价 大幅亏损的猪起 2月8日 国家发改委宣布 全国猪粮比价已进入过度下跌二级预警区间 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 事情启动猪肉储备收储工作 并指导地方按规定开展收储工作 目前包括四川湖北等地打响虎年猪肉收储 第一枪2021年年初进入下行通道 2021年6月行业开始出现亏损 该轮猪周期何时迎来拐点 平安证券在近日的研究报告中表示 短期看猪肉价格在2022年上半年或再度探底 一是从季节性规律看 春节后的一个季度内猪肉消费将进入淡季 202021年上半年能反母猪存栏上在高位 对应2022年上半年的生猪供给量偏高 供需错配之下 猪肉价格大概率将再度触底 中期看 2022年下半年大概率将迎来猪肉价格的上涨 但由于目前养殖户观望情绪浓厚 市场对于这一行情 可持续性与幅度的看法存在分歧 平安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第一种 未来一季度猪肉价格深跌触底 产能加速去化 如若在未来一个季度的消费淡季之中 猪肉价格跌至15至20元每千克位置 使得养殖户出现 类似于2021年10月上旬的深度亏损 能反母猪去化加速 在递推10个月后的2022年末至2023年年初 猪肉供给将明显下降 在冬季烟大需求与春节效应出刻下 猪肉价格或将加速上行 这种情形下 新一轮猪周期将在2022年下半年如期开启 参照过去几轮猪周期的历史规律 预计2022年下半年猪肉价格的上涨幅度 有望达到40-60% 第二种 未来一季度猪肉价格低位震荡 产能去化速度放缓 假设未来一个季度猪肉价格低位震荡 生猪养殖的预期利润 在盈亏平衡线附近徘徊 而养殖户对下半年价格开始上涨的预期升温 能反母猪去化缓慢 后的2022年末至2023年年初 供需可取难以实质性扭转 猪肉价格或忘记不忘 这种情形下 新一轮猪周期的价格加速上行 或被推迟到2023年 且即便今年三季度猪肉价格如期反弹 其幅度和可持续性大概率将会偏弱 参照历史上震荡期猪肉价格的反弹力度 下半年涨幅约在30%左右 可见 未来一个季度猪肉价格走势 与能反母猪去化的力度值得持续关注 平安证券报告倾向于认为 情形一发生的概率更大 2022年下半年 即可迎来新一轮猪周期的上行 威视股份在去年12月 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也表示 六关估计2022年下半年后 猪价有可能进入下一轮周期的上行通道 悲观估计2022年 仍处于社会平均盈亏平衡限位置 可能需要2023年才能进入下一轮周期的上行通道